這次購買了900劑的快篩劑來發放給所有的民眾來使用 那因為快篩劑在外面買非常貴 一劑要高達將近兩三百塊 那外面買排隊要排非常久 所以陳勝宮希望能夠拋裝引玉 希望各位企業界各位社團團體 大家共同一起團結來抗議 陳勝宮在疫情這段期間 也堅證了我們的防疫口罩三萬個 也堅證了我們的消毒水還有我們的消毒酒精 如果沒有快篩大家在公司裡面 玩在小空氣裡面其實每個人都會擔心 你要每天真的都派人去排隊嗎 有這麼多時間嗎 所以我們就只能從國外進口進來 我覺得政府你是不是比較好的方向是說 應該去檢查檢驗這些進來的東西 是不是適合是合法用的 而不是去控制數量 控制數量這樣是變成只有有辦法才能進來嗎 才有辦法拿到比較合理價格的商品嗎 是個使用的 要選擇 要選擇 行為 降臨 想說 它除了 傷心 只是 在 它